我今天四十岁 基本功德高雅 你这是有什么优秀吗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俩长得帅子的 你怎么操一次出门 你知道你来大街上周一圈 你们把99%一层的人都吸引过来吗 谁是关注俺们啊 这本城是百分一的 那都是你那百分一位 什么时候搞一样子 冒逼盼俺还没的人 都在巨大隔离十四年 谁想看得出来 你还是不客气 但假的像这个是天生的 既然老天爷给了我居士多年 就算我体谅你们普通人不出门 但我就是生活 像你这种神仙言之 就不配拥有生活 生活就是专门这些普通人的 你的心情我能引起 但如果不生活 我高达三分半的工资 怎么花呢 啥 天哪 你还有三千八的工资 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为啥所有的一天都进入你一身了 为啥 为啥 先生我情难教 又要让你开分析 我给你五块钱 天哪 你这么帅 这么有钱 还真的这么有爱心 其实你只要努力 下辈子是有机会生后 不容易 不行 我等不了下辈子 我这辈子就要成为你这么完美的人 哈哈 请你给我打断你一下 这辈子从颜值上来说 肯定就打不到 喂 我刚才发给你一张照片 就按照这个针 给我针的一模一样 我也要秤活秤城 走 郑先生 看来您的高收入和高颜值 给你带来不少困扰 哎 没有 我也恨自己为什么要长得这么晚 我有时候 甚至都想 在自己脸上 狠狠地划上一刀 哎我真有刀啊 切实过可快啊 嗯 那算了吧 嗯 就算毁了容 我的气质上 也是万里无一的 哎 那难道您就只能在高收入和高颜值的困扰中 度过一生 没有办法改变了吗 嗯 相信 我的粉丝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